今天把大家叫过来 咱们临时就开个小会儿 这段时间咱们究竟干点啥 这两天我也想了 究竟干啥我也没想好 我们也想就招 发发言 那个我素是大伙 先说两句 这两天把我也合进来 这个咱三庄不来个张总 跟我二伯儿 他们又合作了 谁啊 二魁爷 哎呀你就说刘总得了 这不就是我二子吗 老靠近乎呢 这个张总跟我二子啊 不要整这个南国梨酒吗 我以前不开过烧过吗 我整过高凉酒 我就觉得高凉酒的工艺 和这个南国梨酒 这玩意儿也就是大同小姨 你说酿酒啊 对啊 梨在哪里 山人不有都是吗 就宰呗 那山人梨谁的 那不都大伙子就宰呗 那都是山庄那里 你山庄单有酿酒部门 完了你这边酿酒 跟人家对着干呢 你就无效 要我说呀 你做买卖这事都用不着问掌吗 你看这小超市 你还少骗钱了 啥呀 你不没少挣钱吗 挣啥钱呢 那我家成感呢 去年就找老跟叔去了 就说开超市的事 老跟叔叔说了 说山庄有超市 人家统一管理 那你说咋还能开洋 那不是那个事 那我是想不出来的 你们想的 秀迟你说山庄 现在我看整平好的 要不咱干点保洁啥的 给收拾卫生 你可拿着老子 山庄保洁一批顶一批的 哪有你的位置 这都几点 他能不能来了 是啊 你说咱爸想一出试一出 我这一大堆事 非让我上这来 要不大哥我先去忙事 往里等他 来你跟他聊呗 那好嘛 爸让咱俩来的 你半道走了是怎么回事 那谈个话非得俩人 那不浪费资源吗 哪叫浪费资源呢 咱俩代表不同的层面 我代表的是家庭 你代表的是企业 就很简单的事 你都能整复杂了 大哥 二哥 不好意思吧 让你们久等了 来 快坐吧 等你半天了 坐 来 喝茶 谢谢大哥 你来山庄知道吗 我没跟他说 那就好 你来大舞台 很长时间了 一年多了 家都挺好的 都挺好的 爸妈也挺好的 我从小就没了电话 那你属于孤儿啊 你干啥呢 调查户口啊 就直接说这个事 就完了吧 还在孤儿呢 大哥 二哥 你们找我有事吧 行吧 这个工作上的事你说 工作 是不是我工作做得不好啊 那个 如果是做得不好 两位哥哥 你就尽管输啊 我虚心接受 如果是无意当中 出发了公司的规章制度 你们该发就罚 我也不是外人 不是啊 你呢 没触犯那个公司规定 你有点触犯这个家里这个 咋说呢 就我胳膊 不好意思 他意思就是说 你呀 跟我妹妹山庄出对象 对大舞台有没有想法 来了 进来 跳丸子 跳丸子 嗯 你别玩了 你发现 我有变化没 看看啊 有变化 这脸呢确实小了 真的 你现在是正宗那巴掌脸呢 腰丸子 我呢 跟以前不一样了 变漂亮了 你呢 必有压力 你就放心吧 我就算再漂亮 也不能扔你 那我谢谢你呗 咱俩卸上去 小秦在呢 叔 那我等会儿再来 你变的 叔 叔 叔 你看我脸 有没有变化 没啥变化 怎么办 那不刚才完线宰一下吗 变大是小 小一圈嘛 现在是正宗巴掌脸 巴掌脸 小两圈 你看这小挂点脸 七仙女是要烦呢 真的呀 叔 要不小秦以前也漂亮 谢叔 说好严了 别忘了 漂亮 咱们又来了 你怎么掉去了 谁啊 别忘记别忘记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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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有人跳过来 谁啊 别忘了 来来来 把出锅 快 快 快 慢点 慢点慢点慢点 快快快 来 再整个还靠水里了你 刚才那个还有一个跳进去了救我呢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回哪儿的啊 谁啊 我就替炉摊的家伙 是不是那人 大头啊 人呢 快上来来 快上来哟 他 他什么上来了 上来了 没事吧 快干上 trial 快点 凉了快点 手给我来 快点 来 来 来 对你 一二来 来 没事 孩子没事吧 没事吧 我没事 我没事 赶紧 赶紧换衣服 赶紧换衣服 怎么办 换衣服 没事 没事 谢谢你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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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衣服里头去了 你了 回忆啊 你看你 大白天天怎么不小心 还掉水里呢 你说 哪是啥不小心呢 就咱那个会员的嘛 张老板 是不是 天天盯着我 你说拿首诗 就非要给我念 你是我真拿岁数的 哪懂什么诗啊 再说了 这现在山庄风言风语的 都传说我们俩怎么这么地 我也是为了躲他 这不是一步小心 就是撞到啥了 一下就踩到河里头了 你说我这咕咕咕 往上爬的时候吧 后来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爬 又给我砸里头了 我 我砸的 师姓 这山庄变化也太大了吧 咱们这两年呢 一直就在加班加点地干 来 你再看看这边 这边是 这边是 看着没 这是 先眼前这一片 就是咱们山庄正在建设的马场 马场 我们准备把这修成咱们东北 最大 最豪华的马场 然后引进世界上最好的村众马 到时候我们可以办比赛 还可以办窄会 这是新项目吧 对 那我听说好像还要建滑雪场 咱们有这个打算 不过一步一步来 那这回咱们山庄的项目 就越来越多了 师姓 这次我还是得感谢你 要不是你的话 你不引荐我过来 我哪有机会跟农村山庄合作呀 你要说谢谢啊 我得谢谢你 谢我 我得谢谢你的信任 来咱们山庄投资 咱俩就别谢来谢去的了 刘倩 你好 对 见过吗 见过 有事啊 我俩单独 捞一会儿 没事 赶紧说说 我聊 你们聊 我去那边转转 注意安全啊 儿子 麻烦你个事 你说过吗 听说你三星姐要结婚 日子都定好了 有这事没 你又搁哪听的那风言风语啊 大舞台所有的事以我官宣为主啊 官宣 官宣是干啥的 他说来算的 官宣就是官方宣布呗 啥也不懂 这孩子你 好好跟嘛 还跟我宣上来官宣官宣的 那你到底有点事没 那我也不跟你说了 我忙了啊 这这一天忙啥玩意你这孩子 打个电话都不说权子 四 婚纱 还有礼服 还有鞋 对不对 鞋 姓 你说结婚这么大事 我一点经验都没有 再说你家人都不同意 咱俩就这么结婚了 是不是太草率了 你应该 在你哥嫂子陪同一下 穿上漂亮的婚纱 那她是我想要给你的婚礼 咱们的我觉得挺对不起你的 咱们的我觉得挺对不起你的 你没对不起我 看着我 除非你不想跟我结婚 说傻的呢 大葵 这啥 大葵他俩烧纸了呢 这啥情况啊 烧啥纸啊 烧请帖 请帖 谁的请帖 你儿子送那结婚请帖吗 我儿子要结婚呢 啥时候的事我咋不知道呢 沈姓结婚 你儿子到处给送请帖呢 净瞎扯 我打电话都问过这事了 没有那事 我要不阻止 这请帖就送我爸那儿去了 你说这孩子 这干这事呢你说呀 可说是呢 我我我今儿子不是为这事来的 我想跟你汇报点工作 姨啊 要是汇报工作的事 你找二魁吧 我现在这情况我不灵了 就是因为二魁的事 我才来找你的 二魁的事 行 那你说说吧 你说这二魁啊 现在就那么信任那周二忙的 这不让他搞采买吗 这周二忙的老毛病又犯了 买的肉 小颜给后用称一称 乱十多四斤 采买这个事啊 逢多必少 这里头肯定有贸逆 知道不 我问周二忙是咋回事 他顺先白给的 谁傻呀 谁白给你肉啊 这不是明显的回扣吗 你说他活活干这事 占工家便宜 完了问他他死不承认 孙颜 报告 大神哥呀 你进来不用喊报告 直接进就行 那 那不行 你是领导 必须得喊 喊报告 怎么了 什么事啊 把眼睛闭上 有啥事你就说吧 闭眼睛干啥呀 大神哥 大神哥 你送我项链干啥呀 这我不能要 不是我 我送的 是信送的 他不好意思来 让我给你送 送过来 来 好看吗 他送的 他干嘛不自己过来 给你拿我就不要了 他不有事吗 忙 忙着呢 他后悔了 真的 心里老 老愧疚了 他知道自己错了 刘倩那个 是公私行为 不是他内心想 想送的 但是 韩晗一 和你 你不生 生气了吗 他自己就给你买 买一个 那我也不要 刘倩呢 你俩的爱情 多来 来之不易 你得珍 珍惜 你不再来 不是 你咋来了呢 你是手坏了还是脚坏了啊 你道歉送个项链 你就不能自己去吗 你找个中间人 跟你边搅和啥呀 你要李大成送什么项链啊 不 李大成咋跟你说的啊 他咋说的 说你知错了买个项链 让我原谅你 咋这些话你自己说不出口啊 你非让人家来传话 这不挺好看吗 咋 你不喜欢的啊 我喜欢你亲自送的 谁送的还不一样呢 这样咋不忙嘛 那我买了就行呗 来 我给你带上来 那能一样吗 快来 我看看 我看看 别动啊 你送的跟他送的能一样吗 来 我瞅瞅 我告诉你啊 别以为送项链我就消气了 好看 多好看 别生气了 行 我才不呢 等我忙完这两天 我带你上床上 好好转一圈 行不行 这还差不多 行了啊 别生气了 小祖宗 讨厌 行了 你忙吧 我走 行 怎么回事啊 听说你跟我爸吵起来了 我啥时候跟你爸吵起来了 都说你俩吵起来了 把我爸气勾呛 到底因为什么呀 你爸怎么说我你听着了吗 那他怎么说的你啊 你问你爸去吧 那你什么态度啊 没啥态 你说他作为长辈 以后也是你老张儿 他说你两句 你就忍一忍呗 你就为了我 你忍一忍还不行吗 我就是为了你 我才一直忍到现在 我告诉你 我要不为了你的 发现在山庄 我一天都改不了 不是 我发现 你自从不做保安之后 你怎么整个人都变了呢 你现在都不如李大成 人家还知道 买个假项链哄哄我 你呢 那你要感觉 拿假项链开心 那你就让李大成哄你呗 咱也不知道 你今天哪那么多气 韩兴 我问你 有哪个女孩 能接受自己男朋友 给别的女孩送项链啊 不是 我给谁送项链 咱别一有事 就提这个破事 行不行的 那不是公司 给客户送礼物吗 给客户送礼物 你送什么不行 你非得送项链吗 那不是因为 刘倩来了之后 你变的吗 不是 你别有点事 就说刘倩 刘倩 人家是咱客户现在 给咱山庄投资了 咱合作 你是不是想跟我分手了 其实你早就想好了吧 跟我分手之后 好跟刘倩在一起 跟刘倩有什么关系啊 咱们都别磨叽这点事了 行不行 我也不想跟你磨叽 咱俩应该冷静冷静 冷静冷静 我来山庄那天 我就感觉 回来这个决定 就是最不冷静的决定 这几片网 是刚来咱们山庄的 可能会有点不适应 咱俩你平时都照顾着 韩总 行 陈师傅 您先忙去吧 好 到了 韩总 阿姨 这马都给哪整着的呀 这他可比咱村人拉车的马 看得强多了啊 咱这马都是在 国外空运回来的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宝马 这是宝马呀 那那个就是奔驰呗 这瞎说了 韩总 那这些马得花多少钱呢 咱这些马 每一批身价都不费 现在适应适应还劲 这可真是穷玩车富玩表 巨富才玩马 二魁啊 就是比大魁能嘚瑟 二魁就是比大魁强 你看大魁也甜甜的 那家皮鞋擦正亮 西装格林 整那点用没有 副总长 啥时候来的 没看见你呢 你们落头一句我都来了 我说那你全听着了 听着了 听着了 不好意思 我耳朵现在还行 不是 我们得想了 不知道你来 来 我已经补落了 是不是 说得挺好 挺好 言论自由嘛 副总长 这马场没修好呢 马先来了 还是信哪 啥叫本末倒置知道吧 这就是 副总长 这马是这样 这些马呢 咱们是先来打一下提前亮 然后看看在山庄 能不能试一下 打下提前亮试试 那我给你敷一敷 没事 敷一敷吧 习武之人难免磕磕碰碰 你还习武之人呢 让人揍成这样 都肚了 你这小伙子嘴也太过分了 又什么二人转啊 又是啥呢 照你向德了呗 药也不能动手 我咋着大 真没打过大 你还别说 记忆当中 打两次仗 保证人走 两次呢 第一次 扔了六条丑点 哪屁股都不丑 全齐林子上 就那样都没坏手 你不是说你习武之人吗 把你屁股打成那样 你 你也不坏手 我爹打的 能坏手吗 考试考试打零蛋 不过我爹打的是屁股 这小子打的是脸 那打得还挺狠 关键是你看你的脸 打得挺严重的 我担心咱俩结婚的时候 他都不好 到时候咋办 很快就会好的啊 我皮肤挺合 到时候咱俩好好造几套 那李大成 他也太不给面子了 你老苗都样记了 他就不样 这也就是搞现在 搞以前你看我挠不挠他 你挠什么挠 一整就挠 咱们干的是正经的事 不行二嫂子 你就给他使个记车呗 妈呀 我能使什么记车呀 没人记 你别骂的好吧 就我这言子 他都将计就计了呢 哎呦 我的妈 那你可真香多了 就我都不一定中计 要我说大成这孩子吧 办事啥的倒挺靠谱 为人耿直 像我们老李的作风 这一天哪都有你 一个外甥来的 老跟这个盘旗跟那盘旗 那以前都论过呀 那孩子 那那他管我叫爷爷呢 你 叫论论的话 我跟他能排上去 我俩没出五福呢 你跟爷爷有啥关系 你俩别枪心了 就你俩枪心到最后 这个事都解决不了 大成这个事我去解决吧 再一个呀 咱们现在的服务也太单一 咱合计合计 你能不能增加点什么新的项目 是吧 这一道新的 是吗 哎 我有一个想法 嗯 你看三庄这帮游客一天旅游挺累的 在咱们这边整个按摩房 没啥事给按摩 哎 哥 咱俩 你找谁啊 我找你呗 有事啊 有点好事 在咱们图书馆找到了一本好书 我感觉这本书对你帮助能挺大 那你还是看一看 是 送我书 看 你干啥呀 哥 咋的呢 我本身就有这病 你说你送我 送我这样书 你这不埋怠我那吗 你看兄弟 你咋理解这呢 这叫如何治疗口诗 是帮 帮助你的 治疗你的病 你以前是保安队长 现在是保安 你跟这都有关系的 没啥事好好学一学 你有一天能够东山寨写 这 这 这个意思啊 那 不好意思哥 我错 错怪你了 没事 谢谢啊 咱们都能论上 都没出五福的 是吗 对 你也姓李是吧 李大成 李大壮嘛 谢谢哥 这 咋 那 那我咋 咋报答你啊 报答啥呀 不用 没啥事多看看书 对你有好处 等你东山摘起的时候 咱那老百姓啥呗 高抬贵手 姐 我马上要离开这个宿舍了 我还有点舍不得呢 不过 我舍不得你 我舍不得你 行 舍不得的你不走 行吗 那能行吗 我都要结婚了 我都要结婚了 还送我一树花 还送我一树花 当时就说 嫁给我吧 我马上就同意了 妈呀 那么浪漫呢 姐 就这事 我得感谢你 要不是你的话 我哪能这么快就结婚了呀 跟我啥关系呀 你俩能走到今天呀 那说明缘分到了 我也没干啥 姐 姐 我都想好了 我结婚那天呢 你给我当征婚人 征婚人我可当不了 那当征婚人 都得是德高望重的人 像老董事长那样的呀 对呀 别让我爷爷当啊 姐 你脑袋就是比我好使 姐 到时候呢 你给我当伴娘 好啊 吃戏 你找地儿停车啊 好 你看看看看 吃吃 赵三留下的劲 太好了 太好了 你看这场面啊 姐姐 走 多大气 多好 这个酒店还是挺上规模的啊 宾馆挺豪寡呀 不错 你这两个事 人情世故这碗也插不了你 多随点呗 看看人肉肤里这大厅 好 小姐是吧 您好 您好啊 你昨儿把这个 把这个账给我整名堡了 这丸子吧 要丸子 行 要丸子 妈 您哪来了呢 你看你说的 我咋不来呢 那三星跟我亲女儿似的 这结婚的场面 我能不到场了 你不是说不来吗 咋不来呀 你寒姨来了 你看着啊 你好 你好 你妈都来了 你寒姨能不来吗 是 你俩来我干嘛不知道吧 我没告诉她 你俩就是全叛变了呗 说傻 你这乖 快快快 该忙啥 忙啥就行了 行 那个 杨阳 来 你帮我妈和韩姨 找个地方坐 好嘞 来 离舞台近点 贵宾姐 好好帮忙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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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都过来了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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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丸子哥不是我说你 这事你做的就不对 你太欠考虑了 我哪不对 小月你现在你说 你丸子哥哪不对 人家三县小姨结婚 都有婚纱穿 那小秦姐想穿她婚纱 那不正常吗 我俩就来个宗事的 穿个唐装 啥的 穿唐装不结婚呢 婚纱那是小事 你把日子过场上 那是大事 你太错了 结婚之前 她都没受到你重视 结婚以后 你俩日子能过好啊 本身三县姐结婚 我俩就是个佩的 那你这结婚 目的也太不纯粹了 结婚还有搭着结的呀 再说了 哥你是男人 你有点爷们样行不行 你哄哄她就得了呗 小秦姐挺爱你 你好好对她 我哄不了她 谁哄我呀 她要这么正啊 我还真得考虑考虑 跟她结不结婚 你也别劝我 回去吧你 你还考虑啥 你快起来 哄哄的去 走 你回去吧 你要让她碰上 你在这儿一码呀 又出大事了 她总怀疑我 总有误会 那不也证明她喜欢你吗 你就多体谅一下 就过去了呗 行 其实赵三对你挺好的 还买个房子 管得大小的 写上你的名 证明心里有你 咱们把这些东西收拾好了 你就跟我回家了 要不你二哥那脾气 我不帮你接我去 她就对你骂我 二嫂 你不用劝我了 我肯定不跟你走 这不行 你说这是宿舍 你去我那儿 管咋是个家呀 按理说呢 这结婚应该是回爸那儿 都在老家 从爸爸妈妈那儿 把女儿接走 但是爸那样 我也回不去呀 没事了 我就一直在宿舍住嘛 这不也是我小家吗 明天早上从这儿 不行 你还是跟我回去吧 回去你二哥呀 说公司的车都准备好了 咱们多找几台车 明天早上风风光光 给你驾出去 这是一辈子大事 不能就这么草率的 就就把事办了 二嫂 我谢谢你的好意 我知道 在咱们这个家里 你是最疼我的 可是我跟赵三商量好了 一切从简 接亲这个环节不要了 明天参加婚礼的人 也不会很多 但是你放心 我什么都做好思想准备了 我肯定高高兴兴地 把自己嫁出去 你有事吗 从前有一个小黄跟小红 他俩出对象 正出的上劲的时候 出现个小绿 小绿的出现 导致了小黄跟小红 感情破裂 吵架 这个事儿 让大成知道了 所以 大成过来找小绿 希望小绿以后 别掺和小黄跟小红的事儿 如果掺和 大成会做出一些 不冷静这事儿 听明白吗 没听明白 就放手吧 听 听 听明白没 歌词 多好吗 多好 出去 出去 就放手吧 别启想他 世界有很多爱你的人哪 就放手吧 别启想他 别跟他搅 搅和他 哪来的你就哪 哪去 去吧 放手吧 放手 你跑哪去了 我去给小姑送好吃的去了 那他好点儿都没有 没有 我送去那好吃的 他一口都没吃 他说看着我就想吐 姐 你说小姑是不是病了呀 我要不要带他去医院看看呢 看着就想吐 他是不是怀孕了呀 看翻想吐是怀孕了 你小孩你不懂 你别打电的事儿了 怀孕了 那咋整了 你说他这么着急结婚呢 这可咋整 快可得咱们生活 这么大个事儿咋办呢 姐 那能咋办呢 你别瞎着跟着残忽了 怀孕了 女人不容易啊 来 咱们继续走 上车 上车 来毒了 来毒了 三号别捡了 赶紧上车呀 你别瞎了 小丸子 我跟你说点事儿 你说吧 不赢 我这边有银 打托 有啥人啊 我跟你说事儿的时候 你能不能认真点儿啊 你说银 你再说 小姑怀孕了 山姓姐跟你说她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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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看着了 看着了 肚子起来了 没有 我给她送纸子 她看着她就想吐 那不就是怀孕了吗 你俩懂这一阴呢 我给你一阴吧 这女生都懂啊 这是基本常识啊 都老大不小了 谁那么不明白这点事儿 你是不是以前吐过 你说啥呢 我跟谁吐去啊 我在跟你说小姑的事儿呢 小姑看着好吃的就管他 就这样儿的 硬猴没吃 让我砸着吧 当时 我听说 那事以后 我脑光嗡一下的 这没事 很正常 姓男的不都这样吗 不是 我没想到 我不靠谱 赵丝儿 比我还不靠谱 你也没不靠谱 赵丝儿也没不靠谱 好像现在是我不靠谱 不是 杉姓 真是你得真做起来 天下好冷也没有的事 就咱这样的 还能胜脚呀 没有 你不用劝我 我挺好的 真的 你啥意思 来看我笑回来了 那你还真看不着我现在 这不是在办公室里 正常工作呢吗 你看姓 你说啥呢 我能看你笑话吗 我现在是老爷子的干儿子 是你亲哥一样 说实话 这段时间我离开大舞台 我得外边白活也上 红活也上 我也误存好多道理 这人哪得懂得珍惜 我现在也成熟了 那个 你呢 一定记住 在生命当中 出现的每一个人 他都是缘分 你要想开 他就快乐 你放下 才能幸福 咱们都是天地之间的过客 别转牛角仙啊 我没穿牛角仙啊 这算什么呀 我都活这么大了 正常 你咋还有别的事吗 有 有啊 我特意给你编个小节目 叫 《大石化》 劝人坊 我给你演一下你看看 我 不不不 我现在真的没心情 幸福怀孕了 赵三说早就走了 这也 太不负责了 这 这也 总而言之 赵三是跑了 就从他这一点 他就是回来 我们也不会接受他 那 你说 是不是扯淡的名字 那 那咋整个呀 就是 那你还能接受他吗 我要是能接受三星 一切我都能接受 但是大哥你说这孩子 他爹那个总 是啥样人 你说这孩子接着能耗着吗 那不要他就完了呗 我们也都这么想的 但是 山青他个人的意思呢 来到这个年龄了 怕以后不能怀孕 所以说他打算 留下这个孩子 那有啥不能怀的 我俩在一起 我俩把身体养好好的 全哥哥就走几个地方 那心情舒畅 那你就很容易的 我就问你这个状况 你是否还愿意跟山青结婚 你要是为难那就算了 就当我白说 不是为难 我是想 我接受三星这个人 我接受三星这个人 他的一切我都能接受 但是这孩子 主要你是面对三星 只要你们相爱 那个孩子身上留的也是三星的血 你这像的命着这么苦你呢 今天呢 大哥把所有的实话 实情都告诉你了 就想在你这儿讨个底 看看你 能不能接受 现在的三星 既然都这样了大哥 你找到我了 我跟三星是有感情的 这个蛋子 我蛋了 大哥敬你 这儿 啥事 说吧 这不村民李大壮吗 拿钱贿赂保安部 让我给抓住了 我感觉这事不小 必须严肃处理 他拿钱贿赂保安部干吗 拉散客挣钱呗 还干吗 怎么现在散客让进了 谁说让进了 不让进 那他这个事 挺严重这个事 不是个人行为 那不行啊 那可不是吗 李大壮是他自己的事 但我感觉没这么简单 其他村民只得有干的 所以我 我现在去调查调查 这刘总经理 分配董事长的活了 是吗 哥 你说你说话 营养关系 我这腿这不走路不发明 要不就自己去了 你待着也没啥事 我吃闲饭 谁说你吃闲饭了 你管山庄时间长 总跟他们在一起 你说啥他听 这还差不多 这高帽戴得挺得劲 行 看在你最头腿的份上 你跟我说说 怎么个情况吧 咋的了 玩啥深沉呢 我不就说你两句吗 你还往心里去了 别那么小心点啊 玩啥深沉呢 我哪有时间玩深沉呢 这一天哪 一个事接一个事 躲都躲不了 你有啥事啊 你现在都闲成这样了 有什么事你啊 二回给我派个活 啥活啊 村里有私自网家带伞客的 让我去调查这个事 不是 你调查这个事 我跟你说大魁啊 这个事谁爱去谁去 你千万不能管 你以为我愿意去呢 要过以前我说啥 我也不能同意 这两天他腿胖了 走道一瘸一拐 我瞅那样挺可怜的 我 帮他跑跑吗 咋整啊 不 你咋想的你跑这事 这不是得罪人吗 我拿你当枪使 我跟你说 你那弟弟太气人了 没他这么干的 你绝不能去 气人 还有下人的呢 下啥人呢 深沉怀孕了 啥 你别在那家说 什么玩意儿 深沉怀孕了 我还瞎说 那是我亲妹妹 我还能照她那个谣吗 不真假的 还真假的 丑死了 我合计我当哥的 过去也没法说呀 有些话呢 沾牙 张不了嘴 我和你们呀 这事过去劝劝性 跟他说这孩子 咱不能留 不是 你啥意思 他快让我去劝深沉 把孩子拿掉 妈 这损事我可不能干 还缺德了 不是 那这孩子 那生下来怎么长的 山姓本来已经是这种状况的 你得弄出个私生子来 将来怎么嫁人 有什么不能嫁人的 我跟你说 这孩子生下来 没什么坏事的 再说山姓都这么大岁数了 有个孩子不容易 将来 没准这是最后一次呢 怕带着 谁不能养啊 老留得这么多人呢 真是 谁养不行 他咱是卖的 买 买啥 赶紧走呗 一会儿掩外探了 快点 我 往外走 快 没到点的 你干嘛呀 你知道我谁不 拉大幕的吗 拉大幕的管不了你啊 不能 完了 你往外走 快 别别别 快快快快 没到点的 我这刚开的 哎 兄弟 我这有局子呢 你买 你别毁了我 你毁了毁了 我一会儿给你耍啥啊 我这就香蕉 你 你们这整个事 我不 跟我不实施正玩 隔音机压得也没多钱 拿来 拿来 我跟你说 一会儿掩外场 你就把这地儿炸了 没法掩饭 你 你先卖啊 你先卖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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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啊 那酒没少喝啊 方 我说 那也是咋回身人 干吗天哪这样的事 咋着 咱也得罪不起 那拉大幕的东西来熊咋 那咋着 你这种人 你不能得罪 他在里头就跟你烂搅和 就是你做糖不甜 做醋 是吧 你知道吗 这些小事咱就别给鱼队添麻烦了 今天四季能摆成一摆成一摆成一摆 你跟我说 你这一来拿了 那也来拿了 你咱这生意还做不得 就是啊 做不完了吗 还是是没多 来 请你再买顺果 卖 卖吧 我回去了 不来五斤金果 咱们总部派了一个三十人的团 现在都到山庄门口了 您看那事怎么办啊 又派三十人 这宋总知道咱们这已经买完啦 这怎么又派团 这也住不下呀 那你这样 你帮总部打个电话核实一下好不好 好嘞 我知道了 好 一会儿我去处理 这总部又派团来了 你说这边的祝国下来 这还我那边派你 这不添乱你吗 这宋总啊 可以真是的 不能 那是告诉我了 咱俩去看吧 我刚跟那个总部那边对接完 确实这边我们沟通出现了点失误 然后咱们山庄现在客房 真的住不下了 那但是我们是金克尔集团的会员呢 大老远都来了 你也不能让我不进去 主要是咱们现在人都满了 咱招待不下 要不你看能不能邪邀大伙 咱哪天再来好不好 你说这么大事折腾一趟 来到你们龙圈山庄 就奔着这景色来的呀 你也不能让我们回去啊 稍等一下啊 董经理 给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个是我们龙圈山庄的总经理 这是我们刘总 这个是金克尔集团的李部长 你好 你好 行不行 这老大实在是安排不下了 你安排不下也不行啊 这是咱们责任 跟会员没关系啊 对呀 我们大老远来的 那么大年龄 好几千公里 是 这可以理解 那个 不好意思了 可能我们协调出了点问题 那你也得给我们安排呀 不能让我们都回去啊 这样吧 我们那个 在外面开个酒店 你们先住一宿 你们跟这样行 那租宾馆 你不能让我们拿费用啊 费用我们拿 行吧 那 那行 好吧 那个 来都来了 把领上里边看一下景吧 行 行 没吃饭呢 吃一下饭 我明天到着客房 我们就 明天就回来住 行 那你们就尽快安排 好 好 好好好 儿子 快写完了吧 还有软道题 马上写完了 写完了 你把那个书啊 还有那个本 都放在书包里 咱们好走啊 嗯 熟儿呢 嗯 爸 我不想到别人家住 在别人家住睡不着觉 儿子 你听爸给你解释啊 现在咱家有事呢 太多了 实在住不下了 完了你跟你妈呢 先出去住 或者一天两天 咱就回来 行不行 我们老师告诉过我 解释就是掩饰 你老师说的不一定对 爸也没跟你掩饰 咱这酒店没借完 借完就好了 你不告诉我听老师话吗 这次可以不听的 行不行 谢谢 把你里孩子 上爸的住来这儿 不去爸那儿了 他闹 爸休息不好 我去姐那儿 正好帮姐照顾照顾孩子 不用垫你我俩 谢谢你离我 我得谢谢你 这么多年 头一次跟我们娘俩说话 有个乐模样 儿子 这个面子 咱必须给你爸 去你大姨那儿住两天 行 这次看他表现不错 就给你带一次面子吧 这小子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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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